第21章执法审判,赵芳带着子善很快便返回了赵家,两人刚进入赵家大门,赵芳便看到有一对近武军直腰冷面的把守在门口,这一对近武军的队长看到赵芳之后,眼眸中先是闪过一丝很复杂的神色,然后对赵芳冷声道,赵芳,你的事发了,跟我走一趟吧。 赵芳听得一愣,我的事发了,哥能有什么事,虽然没搞明白,但赵芳却说道,行,你带路,该去哪,就去哪。 赵芳无惧,凭他现在的胸围战力,即可称为以水城第一强者,就算近武军摆出了这个阵仗,就算有人在暗中算计他,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再精巧的算计,都会变得很可笑。 他此番返回赵家,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找赵玄清算总账,他虽然搞不清楚,为何近武军会掺和道对付他的势中来,但他却有六分把握肯定,现在这阵仗,多半是赵玄搞出来的狗杂种,既然你想玩,哥就陪你好好玩玩。 赵芳心中猛笑,也不急躁,便跟着那队近武军慢慢走着,那队近武军将赵芳和紫善领到了执法楼中,执法楼,是赵氏惩罚违背了族规的赵氏子弟之所在,执法楼中,有各种刑具,有赵氏之中,最铁面无情,心狠手辣的执法长老,赵氏子弟,对于执法楼,是最畏惧的,因为进了执法楼,至少都要被惩罚折磨得脱掉一层皮,若是惩罚稍微重点,则是全身残废, 落在重点,可能就会把命留在执法楼中,永远都出不来了,足归森严,便至于斯,执法楼对于赵氏子弟来说,就仿佛孙罗地狱那般可怕,站在执法楼前,紫善的郊区微微有些颤抖,从小在赵氏长大,对于执法楼,紫善打心眼里畏惧,赵芳却是冷笑,他轻轻拍打紫善的后背,舒缓他紧张害惧的情绪,同时冷眼扫是此时执法楼的那些人,执法长老,赵玄,赵玄他爹 赵蒙,晋武军统领赵雄,晋武军第二小队队长赵峰,人倒是来得挺奇的,赵玄这狗日的,为了对付我,工作倒是做得挺足的啊,请,哥倒是要看看,你们这群狗日的,准备怎么对付哥,赵芳脸上的冷笑越来越浓,戴罪人赵芳,身材瘦小的执法长老赵传坐在执法楼大厅的中央, 他看到赵芳之后,顿时沉声喝道,几名晋武军军士立刻凑到赵芳身边,要将赵芳压进执法楼,都特么滚开,哥自己会走,赵芳冷喝,释放出一丝一新武将的气势,立刻震慑住了那几名走到他身边的晋武军军士,随后,他便带着紫善大摇大摆地走进执法楼中,紫善,别怕,有少主在,你想想,那比洛郡城的城主二公子 都被少主打成那样了,这群土鸡娃狗,能为难得了本少主吗?放宽心便是,赵芳一边走,一边轻声安慰紫善,根本不看执法楼的众人一眼,那嚣张的模样,看得赵芳压根痒痒的,恨不得立刻冲上来把赵芳淡掉,紫善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赵芳也大马金刀地站在了执法长老赵传面前,大胆赵芳,进了执法楼,进了执法长老,还不跪下,赵芳冲着赵芳大吼道,声音中 充满了怨毒,赵芳,你还敢在哥面前蹦荡,哥马上就能收拾了你,你信不,赵芳斜屁赵芳,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鸡,你,在众人面前被赵芳如此轻视,赵芳的脸皮瞬间胀得通红,但他又不敢对赵芳怎么样,只能编闷地对执法长老赵传说道,长老,您看,此疗在您老面前,都还如此凶残囂张,威胁于我,可以想象,平日里,此疗该是何等的无法无天。 赵芳点了点头,脸色也难看了一些,他冲着赵芳冷声道,赵芳,你太放肆了,我放肆,我看你是你们太放肆了吧,赵芳突然变了脸色,直盯着赵芳,道,我乃组长钦定少主,整个赵家中,除了组长,谁有资格审判我,你不过是个区区的执法长老,你有资格吗? 环特么让近武军将本少主押到这执法楼来,你这不分尊卑,老眼昏花的东西,你可知罪。你,我什么我,你身为执法长老,执法犯法,执罪犯罪,还因罪加义等。 赵传一下子就被噎住了,他乃赵家执法长老,掌赵家族归铁律,从来森罗铁面,赵家之中,几乎所有子弟都畏惧于他,什么时候,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如此呵斥他,如此辱骂他,但赵芳确实没有说错,以赵芳少主之尊,整个赵家之中,确实只有组长才有资格对他做出审判,但组长现在正在闭关,根本没有时间,他又自负在赵家得高望重,资格老辣,乃是与组长同样的,赵芳。 同辈的人物,所以在赵蒙找上他,要他审判赵芳之时,他才考都没考虑,就答应了,毕竟,现在的赵芳,虽然名义上还是赵家少主,但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是个废物,这样的废物,根本不配当赵家的少主,这样的废物,当赵家的少主,那是丢赵家的脸,所以,赵传也想趁此机会,将赵芳拿下,哪怕,赵芳是那个人的儿子,但那又怎样,赵家,不养废物,但谁曾料到, 赵芳竟是这样桀骜,当着他的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是丝毫都不将他放在眼中,赵芳,你确实放肆了,一直坐在赵传身边的赵芳,突然说话了,按照族规,执法长老确实没有资格审判你,但,你闭嘴,赵芳话才刚出口,就被赵芳噎住,赵芳,你是什么身份, 这执法楼中,有你说话的资格吗,你和你那阴损儿子,就特么是一路祸色,本少主迟早要收拾你,你,赵芳顿时气的面皮发子,赵芳,实在太不按套路出牌了,连让他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够了,赵传芳的一拍桌子,冲赵芳吼道,赵芳,休得张狂,也以为你是少主,就可以无法无天, 族规有言,族长犯族规,与普通族人同罪,更莫要说你只是个区区少主,现在,有人告发你杀害同族,你犯了族规,就要受惩罚,族长闭关,不能审你,老夫身为执法长老,便是有资格暂待族长审判之职 第二十二章 诬陷少主,该当何罪?赵芳,你手段凶残,无法无天,残忍杀害赵德权,赵德仁,赵大牛等同族,此罪,你可认 赵传再度猛拍桌子,执法楼中的庶民禁武军士,立刻朝着赵芳围拢,手中铁戈柱在地上,发出刺耳坑鸣,无形森冷的气势,顿时充斥满了整个执法楼大厅 若是羞为不足,或是胆小的舞者置身于此处,怕是立刻就要被吓破胆,但赵芳又岂会将这些看在眼里 他撇了撇嘴,道,我认个毛啊,你说我杀了赵德权那些人,我就杀了那些人 有谁看到我杀了他们,我特么还说你杀了赵广,赵剑呢?赵广,赵剑,是前几年离开家族 外冲历练的赵氏族人,赵氏那几个家伙离开家族后,就在也没回来过,有传言 那几个家伙,似乎是死在外面了,但没人知道是谁杀死那几个家伙的 所以赵芳现在直接栽在赵传头上,反正他宰赵德权三兄弟和赵大牛那些人时 也没人看到,赵传硬要说他宰了赵德权等人,他自然可以应睡赵传宰了赵剑等人 荒谬,赵传气得胡子乱颤,慌个狗屎的谬,赵传乐器 赵芳的声音就越大,反正都撕破脸了,难不成还给这老家伙留面子 赵芳,你不要东拉西扯,执法长老是什么身份,岂会杀害同族子弟 赵蒙又说话了,闭嘴,我说过,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赵芳话都不想和赵蒙多说,这孙子想害他,他就要憋着这孙子,憋死他 赵蒙脸色气得更紫了,他虽然比赵芳高一倍,但论在赵家的身份 他确实不如赵芳,甚至于,这执法楼内所有人的身份 都不如赵芳,赵芳用身份压他,他还真没法反驳 让他说,赵芳,告发你的人,就是赵蒙 按照族规,他有资格在老夫的面前,一一与你对质 陈述你的罪状,让你心服口服 赵传说道,行,那就让他说,本少主倒是要听听他能放出些什么屁来 出口误会,没有丝毫大家风范,你这种当我赵氏少主,真是丢我赵氏的脸 赵蒙深吸几口气,舒缓胸中憋闷,然后冷冷地讽刺赵芳,狗屎 你,简直不可理喻,赵蒙简直都要疯了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理会赵芳,否则怕是真的要被他气疯 他把头转向赵传,道,执法长老龙炳 赵芳这孽障,穷击极恶,不仅残忍杀人赵德权等人 更是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挟持我赵氏管家赵德禄 赵芳这孽障狡诈,在执法长老龙的威严之下 还失口否认残害赵德权等人一事 但他挟持赵德禄,残害赵德禄,却是有多名族人看到 此事,近武军第二小队队长赵峰可以作证 还有二十多名族人,也可以作证 他们都曾亲眼看到赵芳这孽障伤害赵德禄 容不得这孽障在狡辩 赵传听着连连点头,等赵蒙说完 他便看向赵峰,却有此事 就在数个时辰之前,赵芳曾当着我的面 残伤赵德禄,当时我不是赵芳对手 便无法解救赵德禄 赵芳又用少主身份压我,我只能离开 眼见赵传看向自己,赵峰便是沉声说道 当时我觉得赵芳做得不对 便立刻返回晋武军 将此事禀报了统领,想要统领来主持此事 这么说来,这件事,赵雄统领也知道了 赵传又将目光投向了禁武军统领赵雄 确实知道,赵峰将此事禀报于我之后 我便立刻带着赵峰前去寻找赵芳 但当我抵达赵芳携持中赵德禄的地方之后 赵芳早已不见踪影,地上只留下了赵德禄的尸体 面对赵传的问询,赵雄也是点头阴道 在此之前,赵蒙曾特地拜访过他 让他一定要咬死是赵芳杀了赵德禄 赵蒙与他是亲兄弟,两人的感情不错 加之赵雄却也看不起赵芳 认为赵芳丢了那人的脸,不配做那人的儿子 再说他也认为此时的废物赵芳 实在不适合再继续当赵家的少主 所以,对于赵蒙的请求 他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哪怕,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赵芳杀了赵德禄 赵芳,现在证词确凿 你还有何话说 还需要老夫将那二十多个族人传来一一指证你吗 赵传重新看向赵芳 声音森冷,本少主当然有话说 赵芳一直指向赵芳 吓得赵芳一个机灵 连忙后退几步 生怕赵芳的指头冒出一道剑气来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之前从赵芳指头上标出来的剑气 打在他连铁矛都抓不住 事后他更是看到 金铁锻造而成的锚 竟被那剑气打出了一个剑孔 那种剑气 若是打在人身上 那种后果 赵芳连想都不敢想 赵芳并没有对赵芳出手 只是问道 你说你看到本少主胁迫赵德禄 残伤赵德禄 那你可有看到 本少主杀了他 这倒是没有 眼看赵芳指头上并没有窜出那要命的剑气 赵芳没来由松了口气 听得赵芳的问话 他下意识地便答道 赵芳又将手指指向近武军统领赵雄 问道 你说你看到了赵德禄的尸体 那你可有看到 是本少主杀了赵德禄 这赵雄迟疑了一下 说 赵芳猛地吼道 他声若雷霆 气势猛地朝赵雄一冲 真的赵雄一愣 没有 很好 赵芳瞬间收回气势 满意说道 他重新看向赵传 执法长老 你听到了 没有人看到本少主杀了赵德禄 你们便就说本少主杀了赵德禄 你们这是诬陷 赵芳的声音又提高了 他朝着赵传逼近几步 道 赵传 乃是执法长老 你说说 诬陷少主 该当何罪 第23章大宅神威 混账 纵然你没有杀害赵德权 赵大牛 赵德禄等人 但你残伤赵德禄 却是事实 赵传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陆是赵芳 声音沉闷 残伤同族 一时重罪 况且你竟敢当着老夫的面 咆哮执法楼 毫无规矩 一时重罪 罪上加罪 灭障 还不跪下伏法 赵传的声音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每一个从他嘴中发出来的音节 都仿佛雷霆一般 在这执法楼中乍响 仿佛要只凭声音 就隐生生的将赵芳 振压住一般 放泥梅的狗臭屁 赵芳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与赵传针锋相对 赵德权 赵大牛那些白痴死没死 伤没伤 本少主不知道 但赵德路纳斯 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本少主图谋不轨 这一点 亦有很多族人看到 族规规定 族人对少主意图不轨 那便是犯上作乱 乃是死罪 本少主没有杀他 只是伤他 已算是法外开恩 又哪里违背了族规 一念之词 还强词狡辩 简直一派胡言 近武军 还不与老夫将这念处拿下 赵传简直要气疯了 自他担任赵氏执法长老 一直以来 从未有人敢如此顶撞于他 便是族长 在某些事上都要让他几分 但这赵放简直 直太不像话 若是不狠狠处置一下赵放 他执法长老的威严何在 以后还怎么让人敬畏 可以说 此时此刻 赵传是铁了心要办赵放 就算赵放没有违犯族规 他也要狠狠地惩罚赵放一番 赵传话应当落 执法楼内的近武军是便朝着赵放围了过去 近武军统领赵雄也只微微迟疑了一下 便朝赵放出手 毕竟执法长老 长族中刑法 与近武军 算是一脉相承 赵雄和赵传 从来都是共同进退 统领 小心一点 赵放现在很邪门的 赵风轻声对赵雄说道 见识过之前赵放标放透体剑气 他现在对赵放已经存了畏惧心理 赵雄却是冷冷一笑 根本没把赵风的话放在心上 邪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在邪门 在雕华 又能怎样 他乃是赵家第三强者 战力只在组长和太上长老之下 赵放未废之前 都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 他更不会将赵放看在眼中 眼见赵雄出手 赵玄的眼中顿时透出极度的兴奋来 他似乎都已经看到赵放被赵雄擒下 然后被赵传狠狠惩罚的场面了 但赵蒙此时的脸色却是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 赵玄曾对他说过 司徒方在面对赵放的时候 都不敢轻举妄动 赵雄虽强 但不一定强得过司徒方 就算赵雄压制不住赵放 但凭赵雄的实力 也足以将赵放的底牌都逼出来了 此时执法楼中 有战力并不比赵雄逊色多少的执法长老在 还有我在 赵放这小子 应该是翻腾不起什么浪花来 赵蒙心中筹谋 他的修为在不久之前有所突破 达到了三星武将近 这让他此时的战力 比赵雄都还要更强一筹 所以他面色虽然凝重 但心中却是比较安定的 赵蒙私负之间 赵放与那些围向他的进武军事已经交上了手 这些普通的进武军事 大都只是武徒赵放便是不用石脉神剑 只施展出大力摔背手来 也足以轻松将他们撂到 怎么 说不过本少主 来软的不成 就恼羞成怒 要来硬的了 赵放声音细血 手上却是不慢 大力摔背手施展开来 只听得一连串砰 砰砰砰的声音 那些围向他的普通进武军事 便统统都被他轰飞 这场景让赵传 赵雄都看得眼中一惊 这赵放不是被那神秘人打成废人了吗 怎么还能这么猛 不过金归金 赵雄依旧没将赵放看在眼中 赵放孽障 休要张狂 我来拿你 赵雄蒲扇般的大手 直接扇向赵放的肩胛骨 手掌之上 真气光芒朔朔如心 透放出强烈威压 想要一掌将赵放镇压的跪在地上 你才是孽障 你马得你全家都是孽障 赵放将子善护在身后 铃声低袍 金师吼天宫爆发 强烈的音波 竖成一圈一圈的金色波纹 涌向赵雄的手掌 随后赵放一指戳向赵雄的琵琶骨 赤色剑气透支而出 哼 金色音波刹那间与赵雄的手掌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量让赵雄手臂巨震 整个身子都微微静攣 冲向赵放的身形更是刹那间凝致 随后那道赤色剑气 便是瞬间洞穿了他的琵琶骨 琵琶骨 又叫锁骨 乃是人双肩上头 紧向旁边的那两块骨头 舞者若被穿覆住琵琶骨 立刻就要失去全身力量 更不要说 现在的赵雄 被时迈剑气洞穿了琵琶骨 他整个人当时就软倒在了地上 看向赵放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你 怎么可能 不仅赵雄心惊而不可置信 赵传 赵雄此时去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无论是赵放施展出的音波攻击 还是那道赤色纯粹的剑气 极微能的强大 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那可是赵雄啊 拥有二星武将修为 乃是赵家的第三强者啊 在赵放面前 你马连一个回合都没有撑过 就被放倒了 赵放怎么能这么恐怖 现在 轮到你们了 搞定了赵雄 赵放一步步走向赵传 赵放 老夫乃是家族执法长老 你不能动我 否则就是挑战祖宗定下的规矩 是大不孝 大忤逆 赵传现在十一点对付赵放的心思都没 他的战力 比赵雄还不如 赵雄在赵放手中尚且撑不过一个回合 他在赵放手中 又能翻得起什么浪花 甚至他还骇然的想到 若是赵放方才释放出的那道赤色剑气 对准的不是赵雄的肩胛骨 而是赵雄的心脏 那现在的赵雄 还能有命在 这太可怕了 赵传现在只想安安稳稳的躲过这一劫 至于自己的威严 可能丧掉性命的危险相比 威严 算个屁啊 第24章斩杀赵蒙 不能动你 我是赵氏少主 你都敢动我 我凭什么不能动你 赵放手掌平推 食指凌空戳向赵传 一道赤色剑气在他食指上缭绕吞吐 转瞬成形 冒犯少主 其罪当诸 诬陷少主 其罪当诸 对少主下杀手 其罪当诸 三条死罪 统而并罚 赵传 你罪不容诸 该死 说话间 缭绕在赵放食指间的那道赤色剑气便已透支而出 腰向赵传左膝盖骨 其速若风雷 快到了极点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的赵蒙突然出手了 他抽出腰间长刀 一刀斩向那道赤色剑气 竟是抢在那道赤色剑气刺到赵传身上之前将其挡了下来 坑 剑气钢刀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量将赵蒙手中的钢刀状的嗡嗡作响 坑鸣有声 差点让赵蒙都拿捏不纹手中钢刀 赵蒙脸色又猛然一变 他朝赵传吼道 执法长老 不要向这小念处示弱 难道你没看出来 这小念处已对咱们存了杀心 这小念处心狠手辣 赵德权 赵大牛 赵德禄那些人 绝对是被这小念处杀死的 这小念处残杀同族之人已经习以为常 咱们若示弱 说不得立刻就有杀身之祸 拼 只有拼 才有活命的机会 赵蒙的声音急促且略带惶恐 他算是看出来了 赵芳根本没有放过赵传的心思 赵芳对赵传都生出了杀意 又岂会放过他 他儿子赵玄 与赵芳 可谓是不共戴天啊 所以 他再也顾不得隐藏实力 果断出手 救下赵传 他必须救下赵传 因为凭他一人 实在没有把握能够镇压赵芳 他必须和赵传联手 才会战胜赵芳的可能 他一刀挡下那刀赤色剑气后 立刻掉转身形 冲向赵芳 周身真理全面爆发 手中钢刀由上而下 以立劈山岳之势 直斩赵芳头颅 本少主还没去找你麻烦 你倒是敢对本少主先递爪子 好 很好 本少主这就送你去见阎罗王 赵芳脸色一粒 面对赵蒙威是无仇的一记刀劈 他站在原地不闪不闭 一指戳向那钢刀刀刃 搜 橙色剑气从他中指头发出来 眨眼间就打在钢刀刀刃之上 那钢刀刀刃当时被打得翻卷 刀势也未知一致 赵蒙的持刀之手再次聚颤 搜 又是一道纯黄色剑气 从赵芳的无名指中头发出来 须余间再次打在那柄钢刀刀之上 嘣 百炼金刚打造的宝刀 竟是被这两道剑气 直接打得断成了两截 赵蒙握刀之后的虎口处 更是被距离崩裂 鲜血直流 但赵蒙的面色竟是丝毫不变 恰在第二道纯黄色剑气打断钢刀之际 他的另一只手 竟朝着赵芳投出了三柄小型金刚飞刀 那三柄飞刀的速度也是快到了极点 比之赵芳的时迈剑气竟也慢不了多少 此时赵芳和赵蒙之间只相距数尺之距 这点距离 对于三柄飞刀此时的速度来说 甚至连半个呼吸时间都用不到 就可以跨越 小杂种 我看你这次还不死 赵蒙一脸凝笑 这三柄飞刀 是他压相抵的手段 在他还是一心武徒的时候 他机缘巧合下曾得到一片飞刀秘法 秘法讲授的便是飞刀的驻恋 激恋和杀敌之法 这飞刀杀敌之法 是暗杀之法 他进行这种暗杀之法 已有二十多年 其经验可谓丰富至极 其记忆可谓炉火纯青 自他断成这三柄飞刀以来 二十多年间 已有无数修为战力强迫他的对手 死在了他这三柄飞刀之下 是已从未有人知道他修有飞刀之法 拥有这三柄飞刀 因为知道的人 统统都死了 其实在赵放走入之法楼 在他看到赵放的第一眼起 他就决定用飞刀来对付赵放 因为赵放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尤其是看到赵放抬手间就将赵雄废掉之后 他更是被赵放害得差点窒息 所以即便是拥有飞刀杀敌的压香敌本事 他也不敢贸然对赵放动手 他需要制定策略 制定对赵放一击必杀的策略 事实上 从他救下赵船 到呼吁赵船与他联手围攻赵放 再多他做出一副拼死攻击赵放的姿态 这都是他的策略 他就是要给赵放造成一种 他不是赵放对手的假象 他要麻痹赵放 然后在赵放大意之时 狠下杀手 现在他成功了 他距离赵放不足三尺 三柄飞刀已燃杀出 这点距离 以三柄飞刀的威势 便是寻常四星武将 也绝技抵挡不住 要被斩杀 赵放再恐怖 也不可能是四星武将吧 赵放那念处 死定了 赵蒙脸上的凝笑越来越盛 但转瞬间 他的笑容就凝固了 他骇然看到 赵放的五指之上 有四根指头 同时飙射出了赤 呈黄三色剑气 那三色剑气 就仿佛三道掌红一般 穿越虚空 带着似乎可以刺穿一切的威势 在那三柄飞刀距离 照放眉心 心脏和丹田尚且 还有两尺之巨石 直接打在三柄飞刀之上 坑 坑 坑 三道金属坑名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响起 随后那三柄飞刀 便是无力地摔落在了地上 每一柄飞刀之上 都有一个刺眼的剑孔 这就是你敢对本少主动手的底气 打落三柄飞刀 赵放就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慢慢走近赵猛 冷声问道 赵放 不 主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赵猛崩溃了 压箱底的底牌都没能给赵放造成丝毫伤害 反而被赵放随手破去 他真的无力了 这个时候 若再和赵放硬拼 那是自寻死路 唯一活命的希望 就是求饶 反正得罪赵放的是他的儿子 实在不行 大不了他大意灭亲 设了赵选 保存自己 误会你马个头 下地欲去和阎罗王说误会吧 赵放根本不给赵猛解释的机会 灵力的绿色剑气从他指尖标射出来 轻刻间 就冻穿了赵猛的眉心 你 赵猛瞪大了眼睛 无法置信地盯着赵放 他指着赵放 口中捏如着 但最终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整个身子 变软塌塌地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了声息 第25章赵正风 丁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三星武将赵猛 获得三万点经验值 三千点真理值 三千点石脉神剑熟练度 赵猛刚死 神武至尊系统的提示音变在赵放脑海中响了起来 同一时间 执法楼中 更是有一阵阵道抽凉气的声音响起 赵猛吓傻了 赵雄吓傻了 近武军 赵璇更是害得双骨颤颤 近若寒蝉 太强了 赵放展现出来的战力 太强了 便是连家族中久为露面 传闻战力为以水城第一的太上长老 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强 赵传现在是恨极了赵猛 想要对付赵放 也不把赵放的底细搞清楚 现在拖得他也下了水 狠狠得罪了赵放 糊涂 我真是糊涂啊 赵放可是那个人的儿子 当年那个人 精彩绝艳 冠绝以水城 甚至便是在整个猎羊博中 也当属顶尖 他的儿子 岂能是普通人 我真是脑袋被门夹了啊 族长都没有废去赵放的少主之位 想必心中自还有计较 我去逞什么能 和赵猛那白痴一起去对付赵放 赵传心中哀叹连连 看赵放斩杀赵猛那很辣伶俐的手段来看 他的下场 怕是会很难看啊 赵放斩掉赵猛之后 便走向赵璇 赵放 我错了 我不是人 我朱有猛的心 不该算计你 你饶过我 就把我当成一个批给方了吧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赵璇整个人都贪了 跪在地上不断地朝赵放磕头 他老子赵猛的尸体就在他身边不远处 眉心上还鼓鼓流着鲜血 浓厚的血腥味 刺激得他越发的恐惧 孬肿 就你这种孬肿 竟也敢算计我 我前一段时间 竟是被你这种孬肿算计得惨惨切切 这简直是耻辱 下地狱去陪你老子吧 赵放一脚把赵璇踹翻 手指一叹 时脉剑气便是呼啸而出 眨眼间便冻穿了赵璇的眉心 斩掉赵璇之后 赵放又将目光投向了赵传 赵放 不关我的事啊 一切都是赵猛父子窜斗的啊 你也知道 我是家族的执法长老 赵猛父子说你杀了同族 这事 我的确该管啊 但我自己 却对你是没有半点恶意的啊 赵传整个人都一个机灵 连忙惶恐地解释道 赵放没答话 又将目光投向近武军的统领赵雄 赵雄立刻就低下了头 饶誓他是赵氏第三强者 但此时 他也不敢同赵放对视 赵放的目光仍没在赵雄身上做过多停留 他环视了周围的十数名近武军士一眼 这些近武军士都纷纷低下头 不敢看他 生怕惹祸上身 都特么是一群孬肿 赵氏之中 都是你们这样的人掌握着权力 难怪赵氏这些年来 一点起色都没有 家族势力 反而还有点退步的迹象 哼 赵放冷声讥讽着 却没有一个人敢答话 哪怕这些话让赵传和赵雄听的心中恼怒 他们却也不敢喊口 随后 赵放便是离开了执法楼 毕竟赵传等人 只是被赵蒙赵玄良父子窜夺出来当了枪 和他并没有仇恨 他犯不着将这些人都打杀了 打杀同族 毕竟违反了赵氏族规 况且 杀了赵传 赵雄这些人 赵氏的势力绝对会大将 他也是赵氏之人 更无必要 他不会做这种轻者痛 仇者快的是 哪怕打杀了这些人 会让他获得不少经验值 对他的升级大有帮助 但赵放 自有原则 执法楼中 看着赵放渐渐远去的身影 赵传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略微轻松下来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他的全身竟是被冷汗都湿透了 赵雄的脸色很复杂 他盯着赵放离去的方向 嘴中不断喃喃 这个赵放 各赵放 这个赵放 现在怎会如此可怖 赵传也叹着气说道 赵氏 怕是从此以后 要变天楼 永德小柱 这是赵氏族长赵正锋闭关之处 赵放离开执法楼后 先把紫善安顿了下来 然后一人之身来到这里 他心中有很多疑问 为什么当初他被那毕落俊成 那臣是家族的第一强者 臣开山打飞之后 在被众人唾弃 欺凌之后 族长却没有废掉他的少主之位 既然没有废掉他的少主之位 但族长却为何对他不闻不问 任凭其他族人 以及其他家族的人欺负他 还有 18年前那个精彩绝艳 战败了陈开山 甚至一路打到了 列阳国王兜中去的赵氏族人 是谁 赵氏那么多族人 为何陈开山偏偏会被 把被战败之气 撒在他的身上 他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尼玛的 哥可不愿意吃闷亏 18年前的那个赵氏天才 既然让哥躺了枪 哥若是不打探清楚他的鄙夕 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那可对不起哥穿越人士的名头 还有那个陈开山 哼哼 是家族第一强者 很调吗 敢费哥 要不了多久 哥绝对要让那思哭都哭不出来 赵氏心中哼哼 也不管赵正风的闭关 是否进行到了关键之处 直接推开了永德小柱的正门 跨步进入 并很快就找到了赵正风闭关的那间厢房 放儿 你怎么来了 看到赵放赵正风极为吃惊 然后赵放却是更加吃惊 因为此时的赵正风 竟是一脸惨白 气息衰弱 已复受了重伤的模样 族长 爷 您 没事吧 是不是您的闭关修行刚到了关键之处 却被孙儿这般莽撞的冲进来给打搅到了 看到赵正风的样子 赵放微微有些后悔 往日里赵正风照顾他的种种画面 此时莫名的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让他愧疚更慎 虽然自他被废之后 赵正风便没再搭理过他 表现得极为冷漠 任凭他被欺辱嘲弄也不闻不问 但赵正风终究是他爷爷 他终究叫了赵正风整整16年的爷爷 在这16年中 赵正风对他都是极好的 他一岁时 赵正风陪他玩游戏 躲猫猫 他两岁时 赵正风带他逛集市 给他买糖葫芦 他四岁时 赵正风手把手地教他修炼 在他面前赵正风从未摆过族长的架子 什么东西 都是先顾着他 各种修行的资源 也是族量的优先提供给他 赵放自小便没见过他的父母 赵正风 乃至其他赵氏族人 也都从未在他面前提过 有关他父母的任何事情 但赵正风 确实是把他当亲孙子一样看待的 这一点 赵放通过前任的种种记忆 是能确切地感受到的 但最近一段时间的凄惨遭遇 让赵放太愤怒了 所以哪怕他知道他这么莽撞地 闯进赵正风的闭关之处 会有很大的可能给赵正风带来伤害 但他依旧这般闯进来了 可是现在 看到赵正风这般模样 他却有些后悔了 第26章禁忌之人 爷爷没事 不关你的事 赵正风笑了笑 但这笑容却仿佛牵动了他身上的伤势 令得他双眸中露出了一丝痛苦 那爷爷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赵放追问道 以他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来 现在的赵正风 伤势已经透到了五脏六腑 这是足以危及性命的重伤 而且 且这个伤势 不像是练功出了岔子 反而很像是被人以距离生生打伤的 方而 爷爷的事 你先别管 倒是你先告诉爷爷 你怎么会这么急的来找爷爷 是不是 赵正风说到这里 脸色微微难看了一些 是不是玄儿欺负你 欺负得太狠了 还有你大伯 也不给你撑腰 赵正风口中赵放的大伯 便是他的大儿子赵蒙 作为一族之常 赵正风将赵史中的所有人和史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赵璇一直都嫉恨赵放 也知道赵蒙对赵放的态度 在赵放未费之时 有他撑腰 再加上赵放自身的实力和资质 赵璇和赵蒙两人 便是不敢对赵放太放肆 但现在赵放被费 自己又闭关 没人再给赵放撑腰 赵放自身实力也在对付不了赵璇和赵蒙 至此时候赵璇和赵蒙两人 若不对赵放发难 那才是怪事 爷爷 不是的 是孙儿心中有些疑问 想要当面向爷爷请教 所以才积极地闯进了永德小柱 打搅了爷爷的闭关 是孙儿不好 赵正风温切的关怀让赵放心中愧疚更甚 哪怕现在的赵放 与赵正风并不是真真意义上的爷孙 但他这局身体 却是真真切切的赵氏子孙 所以他依旧还是受了些影响 而且赵正风的态度让他疑惑 按照前任的记忆 赵正风在前任被废掉之后 便是对他失望至极 直接闭关 不再理会于他 若真是这样的话 赵正风为何还对他如此关切 这不合理啊 再加上赵正风这一身仿佛是被人重创的伤势 赵放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 爷爷 能告诉孙儿 您这伤 是谁下的手吗 赵放直接问道 放儿 你能看出来 爷爷这伤 不是自己练功练岔了造成的 而是被人打的 赵正风脸色猛然一变 他是四星武将 将他打伤的那人 更是强的可怕 至少都是五王静的强者 为了不让族人担心 也迫于那名至少都是五王静的强者的威胁 赵正风受伤之后 立刻选择了闭关 而且赵正风也隐藏得很好 这便让他的伤势 看起来像是自身练功练出了岔子 而并非他人所造成 而想要看穿他这一身伤的虚实 至少都得是修为境界超过他的强者 至于赵放 算在未废之前 赵放也不过只是一新武将 何况现在赵放与废人无异 赵放怎么能一眼就看穿他这一身伤的底细 所以赵正风惊讶 但他这惊讶 却也相当于承认了他这一身伤 是被人重创而成赵放的脸色 立刻就沉了下来 冷声道 爷爷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 对你下如此狠手 见到了赵正风的态度 他自然不幸在新赵正风之前对他的冷漠 他确定 之前赵正风对他的冷漠 绝对是装出来的赵正风 还是前任记忆中 那个对他极好 什么都顾着他的慈祥的爷爷 既如此 他自然就不会再对赵正风都怒气 而至于赵正风为何会突然对他冷漠 或许 就与赵正风这一身重伤有关 赵放现在有神武至尊系统在身 便是有无穷的底气 那个胆胆伤害他爷爷的人 哼 赵正风却沉默了下来 一脸苦笑 大约半盏茶时间之后 他才长叹一口气 道 放儿 别说爷爷了 还是先说说你吧 你不是有很多疑问 要向爷爷请教吗 都说出来吧 爷爷若清楚你那些疑问 都会详细的给你解释的 爷爷 赵放声音略急 放儿 难道你不听爷爷的话了吗 苛苛 赵正风的声音沉了下来 但沉生过后 却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爷爷您别激动 孙儿听您的还不沉默 赵放连忙劝道 然后又问道 那爷爷您告诉孙儿 我们赵氏 在18年前 是不是出了一个超级天才 而这个天才 曾一路逆推而上 从碧洛郡城 一直打到了列阳国的王都 胡扯 放儿 你是听了谁的胡说八道 啊 赵正风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到了几点 爷爷 孙儿绝对没有胡扯 你就告诉孙儿 那人到底是谁 放屁 放屁 我们赵氏 没有这样的天才 若有这样的天才 我们赵氏 哪里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还会一直窝居在小小的以水城 赵正风的声音又急又烈 他怒瞪着赵放 像是一个要责人而失的老狮子 爷爷 您别再隐瞒 您或许不知道孙儿这阵子经历了什么 孙儿告诉你 孙儿可以确定 咱们赵氏 在18年前 必然出过那么一个超级天才 而且 爷爷您的反应 也更让孙儿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赵正风的脸色不断变换着 爷爷 难道那人 提不得 赵放继续问道 心中也是疑惑 他记得司徒方说过 那名赵氏的天才 在碧落郡城中 也仿佛是个禁忌 18年来 知道那人信息的人 皆闭口不言 够了 此事到此为止 放而 你不要再问 若是没其他事的话 你就先离开永德小住吧 赵正风猛声道 爷爷 莫要怪孙儿忤逆 这事 孙儿还非问清楚不可 因为 这事已经牵涉到了碧落郡城的城主一脉 也牵涉到了碧落郡城的城市一族 更牵涉到了孙儿前阵子备废之事 赵放并未退却 反而与赵正风针锋相对 所以 孙儿必须问清楚 你说什么 这是牵涉到了碧落郡城的城市一族 赵正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第27章 赵氏心逆 放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正风深吸一口气 声音前所未有的郑重 至少 在赵放前任的记忆中 他就从未见到过赵正风如此神色 在以前 不论赵氏遇到天大的事 赵正风都是谈笑风声 在赵放前任的记忆中 赵正风 就仿佛是一座大山 就是天塌下来 他也扛得住 但现在 赵正风却是如此神色 这让赵放也跟着严肃起来 他慢慢将之前遇到司徒方 随后所发生的那些事 以及司徒方说的那些话 都详详细细的说了出来 约你啊 灾难啊 随着赵放的叙述 赵正风的脸色越来越惨白 到最后 他脸色更是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我赵氏一族 怕是 是会就此消亡啊 爷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能将事情的所有前因后果 都告诉我吗 反而 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因为有些人 有些势力 我们永远也得罪不起啊 你就算是知道了 也只能图字增加恐惧 让自己一生都活在莫大的压力之中 赵正风的双目有些无神 他难难道 陈氏 是 前还只是仅仅得罪了陈氏 但现在 放而你却连毕洛俊成的城主一脉 也得罪了 打断了那城主二公子司徒方的四肢 瞎了他的双目 废了他的修为 这是不共戴天的血仇啊 陈氏 洛俊成城主一脉 这两者认识谁 我赵氏一脉都得罪不起啊 放而 你也别再问了 快走 离开以水城 离开猎阳国 走得越远越好 去一个陈氏和碧洛俊成城主一脉都找不到的地方 好好地活着 这样一来 我赵氏一族 还能留下点血脉 赵正风 挣扎着站起来 申来 不行 我要早做打算 把族人都遣散了 我绝不能让赵氏一族 在我的手里灭族 赵正风脸色越发难看 声音越发沉重 到后来 他没说出一个字 都仿佛要花费莫大的气力 爷爷 为什么我要离开 为什么要遣散族人 为什么那碧洛俊成的陈氏一族 还是那碧洛俊成的城主一脉 我们赵氏就得罪不起 赵放却是倾笑一声 声音中一点压力都没有 为什么 放儿 你糊涂了吗 那陈氏 可是碧洛俊成中的大家族 陈氏之中 强者如果将之计 随便一个高尖武将强者 就足以扫灭我整个赵氏 至于碧洛成主一脉 那比陈氏一族还要强大 不仅有列阳国皇室当靠山 据说和列阳国三大宗门之一的玄机宗 都还有很深厚的关系 这样的势力 我赵氏惹得起 凭什么惹不起 赵放也是站直了身子 朗声道 爷爷 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 孙儿凭什么能够将那斯图方的四肢打断 胸围废掉 赵正风整个人呼的一愣 对啊 赵放不是被人废了吗 那斯图方 可是武将劲的强者啊 赵放凭什么能战败他 难道 赵正风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看向赵放 产生道 放儿 你的胸围恢复了 他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此时的赵放 双目明亮 精神充足 身上的气息 更是配然而饱满 分明一副自信朗朗的样子 哪有半点废物的气色 赵放不语 但身子微微一抖 一股属于一星武将的强横气势 便是从他身上释放了出来 一星武将 这怎么可能 距离赵放被废掉 这才过去多久 不到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便是天才中的天才 也绝对不可能重新修炼到这个地步 何况赵放 以一介费人之躯 爷爷 现在 您可以告诉我事情的所有前因后果了吧 赵放笑道 放儿 爷爷闭关的这段日子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你的身上 怎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赵正风急问道 爷爷 孙儿遇到了什么事情 孙儿确实不能告诉你 孙儿只能说 从此之后 孙儿的修行速度 绝不会在这两个月之下 区区碧落陈氏 以及那碧落郡城城城主一脉 哼 孙儿面前 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爷爷 你也不必再把他们放在心上 当真 赵正风直视赵放双眼 声音沉鸣而肃目 当真 赵放也是郑重其师弟答道 好 好啊 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啊 忽然间 赵正风却是老泪纵横起来 湛儿 湛儿 你看到了吗 放而他有出息了 有出息了啊 赵放却听得疑惑 他爷爷口中的湛儿 到底是谁 当今赵时之中 没有一个人 名字有种湛字啊 不过赵放却没出声询问 他知道 赵正风会将一切都告诉他 因为他现在 已经有了承担一切的实力和底气 果然 在赵正风情绪稳定之后 便是将所有的一切 都对着赵放威威道来 原来 他们赵氏 根本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掠阳国 一共有三大巨头家族 这三大巨头家族 掌控着整个掠阳国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命脉 若论其势力 这三大巨头家族 甚至不在掠阳国三大宗门之下 当今皇室欧阳一族 便是三大巨头之一 而赵氏 同样是三大巨头家族之一 当然 巨头赵氏 与以水城赵氏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 以水城赵氏 只是巨头赵氏数百之脉中的一脉而已 无数赵氏之脉 都已回归宗族主脉 也就是巨头赵氏为终生目标 以水城赵氏 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支脉想要回归宗族主脉 却需的支脉中有人 可以在主脉三年一度的宗族会晤之上 进入前三十名 巨头赵氏的宗族会晤 乃是集结了主脉和数百支脉中 所有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舞者的一场超大型年舞 每一届赵氏的宗族会晤中 参赛的人数 都会超过三百名 试想 每一名参加会晤的青年舞者 必定都是自己所在那一脉中的顶尖胶子 更有数十名主脉中的天之胶子参加会晤 想要在这种会晤中 进入前三十名 这难度有多大 简直难如登天 以水城赵氏 不居在以水城中 已有两百多年 但在这两百多年来 以水城赵氏这一脉 在赵氏宗族会晤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也只是区区的一百三十二名罢了 回归宗族主脉 难 难 难啊 点 可是 这种男 在十八年前 以水城赵氏中 那个超级天才横空出世之后 却都变了 第二十八张赵放之父 那个超级天才 自小惊艳无双 三岁乘武徒 七岁乘武师 十二岁乘武将 在十八年前 那名超级天才只有二十二岁 便已经七星五王境的超级强者 他是真正的盖押同拜 整个以水城中 同拜之人 在他面前便是连大气都不过胡乱出一口 甚至就连老一辈的强者 在他面前 也不敢放肆 他是以水城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 以水城赵氏之中出了这么一尊超级天才 自然是回归宗族主脉有望 而那名超级天才 也是一心想要带领以水城赵氏回归宗族主脉 所以 在十八年前 正值巨头赵氏召开第138届宗族会武之时 那名超级天才便是义无反顾的去参加了 而为了积蓄出最强战役和气势 以水城赵氏中的那名超级天才 更是一路从以水城逆推而上 打到了列阳国王兜 那一路征程 堪称无限璀璨耀眼 那名超级天才 纵横无敌 整个列阳国的同拜之中 都没有人能与他争锋 在当时 那名超级天才的如此战绩 直接震惊了整个列阳国 而逼洛郡成臣是家族中的陈开山 只是那名超级天才 无数手下败将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只是可惜 稀啊 赵正风忽然仰天长叹 他深深看了赵方一眼 一脸落寞 可惜什么 赵方问道 可惜我以水赵氏的那名赵氏天才 虽辉煌如羊 但却是声不逢时 在宗族主脉之中 竟是遇到了更为惊艳而恐怖的同拜存在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 就算宗族主脉之中 有人比我以水城赵氏的那名超级天才更强 但爷爷您不是说了吗 只要支脉之中 有人能进入宗族会晤的前30名 那么那人所在的支脉 就可以回归到宗族主脉之中 以我以水赵氏那名超级天才的战力 想必在18年前的那场宗族会晤中 就算不能成为第一 那第二名或者第三名 却是没有丝毫问题吧 赵方继续问道 但心中却是有些疑惑 既然18年前 以水赵氏中曾出现了那么一尊超级天才 但为何现在 以水赵氏 却仍旧只是以水赵氏 而并没有回归到宗族主脉之中 如果我以水赵氏的那名超级天才参加了宗族会晤 那自然是没有丝毫问题 但可 赵正锋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但实际上 我以水赵氏那名超级天才 根本没能参加那次宗族会晤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赵元浩 元浩 赵元浩 赵元浩 就是宗族主脉中 那名将我以水赵氏天才战败了的恐怖存在 他号称宗族主脉中 千年难得一遇的盖石天骄 是真正的一遇风云 便可化龙的时代骄子 赵正锋的声音又冷又硬 每一个字中 都含着极深的怨气 18年前 那赵元浩将我以水赵氏的超级天才战败之后 竟是直接下了蜡手 将我以水赵氏的那名超级天才给打杀掉了 什么 赵放双目元浸 惊呼出声 我那可怜的湛儿 啊 不知不觉间 赵正锋的脸庞再度被泪水打湿 赵放却是沉默 他已经是第二次在赵正锋口中听到湛儿这两个字了 之前他并不知道 那湛儿到底是谁 但现在 他却有八成把握能够肯定 那湛儿便是18年前 以水赵氏所出的那名超级天才 只是那名超级天才 与赵正锋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何赵正锋每每提及他 都会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 与他 又是什么关系 为何那名超级天才战败了陈开山 陈开山 却是会选择报复他 大约半斩茶时间过后 赵正锋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 他继续开口 将当年所有的一切 都对赵放详细说出 原来 那名超级天才 名叫赵战 原来 那赵战 竟然是赵正锋的亲子 是他赵放的亲生父亲 18年前 赵战一路逆推斗战到列阳国黄兜 被赵原号战败之后 便是不知松迹 赵正锋之所以睡赵战被赵原号打杀了 没有参加18年前的那一届巨头 赵氏宗族会晤 却是赵战久违归家 赵正锋曾亲自上了一趟列阳国王兜 打听情况 而当时 列阳王兜中的所有人 都如此说 所有人都说 赵战与赵原号的那场战斗 打得惊天动地 令得风云变色 日月无光 赵战实在是惊艳无双 赵原号最终虽然获得胜利 却也只是惨胜 他似乎是害怕以后被赵战超越 所以赵原号才对赵战下了杀手 随后更是将赵战的尸体 扔入了魔云岭中 赵正锋当时听的这消息 真真是万念俱灰 但却又不敢 也没实力去找那赵原号报仇 只能含恨返回伊水城 终日借酒消愁 但没过多久 却有一名自称是赵战朋友的大汉 将一男一女两个婴孩 送到赵正锋的面前 那大汉没说女婴的来历 只说那男婴 是赵战的儿子 他受赵战之托 将此男婴送回伊水赵氏 顺便也拜托赵正锋 好好抚养女婴 赵正锋当时大惊 急忙询问大汉 有关于赵战的消息 但大汉却是闭口不言 只说若时机到了 赵战自会归来 随后 大汉便离开了 赵正锋也通过特殊的手段 检验出了那男婴 确实是赵战的儿子 于是 赵正锋将所有对赵战的愧疚 思念和痛惜 都转移到了那男婴身上 男婴渐渐长大 显示出了非凡的修炼天赋 虽然比不上赵战 但在以水城同败之中 却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 赵正锋开始亲力培养男婴 一晃眼 十八年就过去了 男婴仗成了少年 声名响彻以水城 更是得到了 碧洛郡成年氏家族的青睐 那岩氏家族的家主 甚至要将自己三女儿 嫁给少年 赵正锋老怀大卫 拜老天 始终不随人愿 就在一切都和谐美好之时 赵战当年的手下败将 也就是那碧洛郡成城 世家族中的陈开山 却是突然对那男婴出手了 第二十九章商量对策 赵仿的身子在轻轻颤抖着 他生气 他愤怒 到现在 他哪里还不知道 赵正锋口中的那个男婴 就是他 怪不得从小 他就没能见过自己的父亲 怪不得赵猛从小 就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 怪不得那陈开山 会选择对他出手 很多自小就压在心中的谜团 在这一刻 终于全部解开 他父亲被那赵元昊打杀 从此不知踪迹 他自然没法看到 那赵猛本是他爷爷赵正锋的嫡子 在一水赵十二代中 排行第一 若按家族规矩 本应是他顺位继承组长之位 但自己父亲如此精彩绝艳 该压同代 这组长之位 自然轮不到他赵猛 如此一来 赵猛自然会怨恨自己的父亲 但他惹不起父亲 便只能把怨气洒在自己身上 赵猛的态度 影响到了赵璇 所以赵璇 从小也对自己充满恶意 只是自己这具身体的前任 自小也是天资绝伦 又有赵正锋保驾护航 所以赵猛父子拿自己也没办法 但前阵子自己被废 赵正锋闭关 便是给了赵猛父子绝好的机会 奸斩后奏 但调自己 既可以出心中乐器 又可以夺取赵氏少主之位 从而顺利成为赵氏组长 如此一件双雕的事 赵猛父子 岂能不做 至于那陈开山对自己下手 一点 赵方依旧心存疑惑 就算自己自小天赋经验 就算有赵正锋自小护着自己 但整个赵氏 除了自己那素未谋面的父亲 根本没有人是陈开山的对手 以水赵氏 也远远比不上碧落陈氏 陈开山要对自己下手 以报复被自己父亲战败之仇 随时都可以 为何要偏偏选在自己 刚刚突破五将境 获得岩氏家族组长青睐之时 这其中 难道还有什么隐秘 一时之间 赵方的心中转过了极多念头 赵正锋还在继续述说着 而赵正锋接下来说出的话 让赵方的愤怒 在此加剧 原来 前阵子 赵正锋之所以 会突然对他冷淡下来 对他不闻不问 选择闭关 竟也是受到了陈开山的胁迫 那陈开山威胁赵正锋 若是在对自己有一丝一毫的保护 那么 他将立刻动手 赵氏从以水城完全抹去 赵正锋身上的伤 是陈开山造成的 不仅如此 陈开山更是亲自出手 掳走了赵氏的太上长老赵太初 扬言 若是赵正锋敢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他会即刻杀死赵太初 如此双重威胁之下 就算赵正锋在关爱赵放 就算赵正锋明知道赵猛父子对赵放的龌龊心思 但他却也只能闭关 不敢 也不能再出手帮助赵放 混账 混账 那个陈开山 他该死 赵放身上喷涌出浓郁的煞气 双眼都呈现出了丝丝血红之色 他确实该死 可惜放而 咱们赵氏实力不如人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赵正锋的声音 又是愤怒 又是落寞 现在实力不如人 不代表以后实力也不如人 人在屋檐下要低头 但把那个屋檐打穿了 打烂了 就不用再低头了 放而 你有把握 爷爷 那城开山 现在是什么境界 不清楚 虽然那城开山亲自出手将我打伤 但他的境界高我太多 我根本看不透他 不过传闻那城开山 现在已是碧落郡城第一强者 便是连碧落郡城的城主司徒浩杰 也要让他三分 碧落郡城的城主司徒浩杰 早就是八星五王境界的强者 所以 据爷爷猜测 那城开山 至少都是九星五王境 说不定 不定已经突破了五王境的桎 近升到了五宗之境 赵正锋的声音很干涩 他的语速极慢 充满凝重 说完之后 还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城开山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五宗 那可是在列阳国王兜之中 都可以算是顶尖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在一个郡城之中 绝对堪称无敌 五宗 五宗 嘿嘿 赵放却是冷笑 爷爷 一年 最多一年时间 我定会让那城开山跪在您的面前 为他对我赵氏所做的一切忏悔 赵放自信如龙 此前他只花费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一星五徒 连跨三个大境界 晋升到了一星武将 从一星武将 再晋升到一星武宗 也不过只是两个大境界而已 所以五道境界 越往后 越难晋升 但赵放有神武至尊系统在身 晋升五道层次 突破五道境界 便没有丝毫问题 左右不过是积累经验值而已 就算越往后的突破 需要的经验值将越多 但只要他疯狂的打怪升级 一年时间 怎么也够了 放而你确定你没有再说胡话 赵正风的声音有些颤抖 若不是现在赵放身具一星武将的修为 赵正风铁定会认为赵放疯了 两个月的时间 从武将境 提升到武宗境 墨税赵放 便是他爹赵站 甚至是赵氏主脉中 那个号称千年才能一见的爵士天骄赵元号 也绝对做不到 爷爷 我很清楚我现在在说什么 您不信 我能理解 但您看着就是 时间会证明我今天说的话 赵放沉升说道 随后将这件事情放下 开始和赵正风商量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两人越是商量 赵正风脸上的愁容 便越是浓厚 得罪一个陈开山 便已是以水赵氏不能承受之重 偏偏现在 赵放又将毕落郡城城主一脉 得罪了各彻彻底底 打断司徒方的四肢 挖掉司徒方的眼睛 更废掉司徒方的修为 这简直不死不休的不共败天之血仇 可以想象 当毕落郡城的城主司徒浩杰 得知司徒方的惨状之后 会爆发出怎样的雷霆之怒 这样的怒火 足以让司徒浩杰狠下落手 将以水赵氏从以水城中彻彻底底的抹去 哪怕司徒浩杰可能知道 以水赵氏是列阳赵氏的支脉 但列阳赵氏的支脉那么多 以水赵氏只是当中很不起眼的一支 若在平时 毕落郡城城主司徒浩杰或许会卖列阳赵氏一个面子 但现在指望司徒浩杰放过以水赵氏 那根本是做梦 第三十章寒家阴谋 以水城 城主府 以水城城主身广鹏看着面前的司徒方 滚身直哆嗦 胆大包天 藏心病狂 贼子安敢如此 安敢如此 身广鹏脸色漆黑如墨 又气又害 毕落郡城的城主二公子在他管辖的以水城遭遇这么大的祸事 他很难想象 毕落郡城的城主将爆发和等雷霆震怒 这雷霆震怒之下 他多半是要遭受持余之殃啊 韩家的组长韩初站在深广鹏身边 一言不发 但脸色却是在不停变幻 他在琢磨着 他们韩家 能在此次司徒方遭结仪式中 获得多大的好处 当时韩家雷霆军小队长韩刚发现司徒方的惨况之后 第一时间便是将这事禀报于他 而他也是毫不犹豫的将这事告知了深广鹏 在伊水城中城主深广鹏之下便是有两大家族并驾齐驱 数十年来争斗不断 这两家便是赵家与韩家 赵家与韩家势力相当便是争斗了数十年 也难分高下 两家都想消灭对方 独霸伊水城中的所有资源 但却谁都没有消灭对方的实力 而伊水城中历届的城主也乐得看到韩家和赵家象征 毕竟两家相互争斗便都在不断的削弱对方 如此一来伊水城的城主便可高枕无忧 不必担心这两家的势力 会威胁到他们在伊水城中的权柄 深广鹏之前对赵家和韩家的态度 也是采取这种策略 但现在一切却都不同了 司徒方遭到如此惨事 深广鹏便必须给毕洛郡城的城主一个交代 也就是说深广鹏必须对赵家发难 让毕洛郡城的城主满意 否则毕洛郡城城主大怒之下 深广鹏或许都难逃一死 只此时候 他韩家只需要在侧面出力 便可不费吹灰之力 就灭掉赵家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 也正是意识到这个好机会 所以韩出财会在第一时间 就将横遭或使的司徒方带到深广鹏面前 该死 那个赵方 该死 整个赵家的人 都该死 深广鹏低沉咆哮 犹如是雪的凶兽在厮后 城卫军都统狄秋何在 墨江在 城主大人有何吩咐 一名身着雪黑色铠甲的大汉 快步从府外跑到了深广鹏面前 半跪到地上 公升应道 看到这名雪黑色铠甲大汉 也就是以水城城卫军的都统狄秋 含出眼睛猛然一亮 狄秋 可是城主府中 深广鹏之下的第一强者 据说其修为 已经到了四星武将境界 在整座以水城中 除却寥寥几人之外 他就堪称无敌 看样子 深广鹏是准备让狄秋出手 却扫灭赵家 而有狄秋出手 这事 多半就成了 毕竟 在过去的十五年之内 狄秋甚少出手 但每一次出手 都是能圆满完成任务 狄秋 本城主命你 速速带领所有城卫军 清朝而出 杀向赵家 将赵家之人统统剿灭 在江赵放纳的小杂碎带来见本城主 莫将谨尊承主御令 狄秋恭敬起身 转而离开 他声音当劣 行事动作更是雷厉风行 狄秋离开之后 韩初和深广朋友聊了一会儿 便告辞离开 返回韩家 韩初回到韩家的第一件事 便是命令韩家雷霆军的统领韩冲 率领所有雷霆军 建父赵家 为伏在赵府之外 将所有有可能在成卫军围杀之下 逃出赵府的赵氏族人 统统剿灭 斩草药除根 他不会给赵家任何翻盘的机会 随后 韩初更是直接前往仰心阁 韩家仰心阁 乃是韩家太上长老韩广陵的修行闭关之处 韩家之中 除韩初之外 其他人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 而韩广陵 更是韩家的绝对第一强者 其境界已达五星武将 乃是整座衣水城中 仅有的三名的五星武将之一 这是衣水城中真正的强者 无人可以将之战败 最多与之持平 族长找老朽和氏 见到韩冲 韩广陵 微微惊讶 随后神色便是严肃起来 他知道 若无重要至极的事情 韩冲断然不会前来打扰他 只因他这段时间 正在奋力突破到六星武将之境 而他一旦突破 韩家 将成为以水城绝对的第一势力 什么赵家 什么城主府 都要靠边站 欲请太上长老出手 给予赵家 雷霆一击 韩冲朝着韩广陵微微 躬身一拜 恭敬说道 随后更是将司徒方遭解 深广鹏的反应等 是一一说了出来 赵家 毕竟是与韩家争锋了 数十近百年的强悍家族 是以水城中的老派势力 赵家之中 族长赵正锋 乃是四星武将 其太上长老赵太初 更是五星武将 足以与韩广陵争锋 仅凭敌丘一人 或许可以压制助赵正锋 但若对上赵太初 绝对只有惨败 整座以水城中 能够与赵太初过招的 只有深广鹏和韩广陵 可以 听完韩冲的叙述 韩广陵微微闭眼 随后便睁开眼睛 那本来老朽而浑浊的双眼中 竟斗然射出两道金光 若两道利剑一般 赵甫 勇德小柱 赵放与赵正锋整整 商量了半个时辰 却也没商量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来 毕竟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之下 便是再巧妙的办法 也都会被碾压的粉碎 两人最终决定 带领赵氏逃亡 而逃亡的地点 就是以水城外的摩云岭 放而 事不宜迟 我赵氏需得即可动身 赵正锋对赵放说道 此时赵正锋看向赵放的目光 有些复杂 刚才商量之时 赵放毫不隐瞒地将他打杀了赵猛 赵璇父子的事情告诉了赵正锋 赵正锋虽然溺爱赵放 也偏爱赵放的父亲赵战 更知道赵猛父子对赵放的龌龊心思 但再怎么说 赵猛也是他的亲生儿子 赵璇更是他的亲孙子 赵猛父子之死 赵正锋岂能不伤心 不愤怒 何况赵猛父子 还是死在赵放手中 亲人相残 同族相货 同事操歌 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当时赵正锋简直恨不得按照族规 一掌江赵放打杀了蛋 帅刀